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够语言 今天是第24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的概念 现在在各大语言中都有 够语言也不例外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不好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够语言中匿名函数的使用方法 怎么使用 咱们马上开始 实在演习 是这样 今天的代码不是很复杂 我准备给您采用手动给您敲一敲 您看看小马这个敲代码的样子 好 咱们试试 咱们如何定义一个匿名函数 首先说咱们如何定义函数 这很简单 对吧 比如说 funk ABC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就定义了一个函数 对吧 那匿名函数是什么意思 就没名字 对吧 也就是说把这个ABC去掉 这就叫匿名函数 对吧 咱们今天就要定义它 好不好 怎么定义 大家请看 我把它拷贝过来 整一下代码 然后比如说咱们定义函数 计算两个数值 是吧 比如说叫XY 然后是INT型的参数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返回值 咱们也返回一个INT 然后咱们在这函数里面干什么 简单做个加法 行吗 然后咱们这叫是 Return 返回一个X加Y 大家请看 这就是一个函数 而且不带名字 对吧 那么咱们怎么使用它 大家请看 画红线了 报错了 对吧 咱们怎么使用它 咱们把整个函数体 附给一个变量 比如说 咱们叫做FUNK1F1 对吧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这红线就从刚才的FUNK 跑到F1来了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附完了一个值 还没有使用它 在构源中 如果咱们没有使用的变量 咱们运行时是要报错的 对不对 那么咱们就通过F1 来使用 刚才咱们定义的这个 匿名函数 好不好 该怎么做 咱们试试 咱们直接在下面 敲上一个Result1 让它等于什么 让它等于F1 然后去执行 这F1需要传两个参数 一个是10 一个是20 好不好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红线就跑这来了 为什么 F1掉成功了吗 然后你这个Result1 没有被使用 对吧 那么咱们再用1 怎么用 用1啊 咱们 Format.printlne输出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所有的变量 我都使用了 对吧 那有朋友说 你这上面红线 这怎么还报错呢 这报错 这是VSCode的问题 跟我就没关系了 好 这样的话 咱们定义了一个 匿名函数 然后把它付给了 一个函数变量 然后呢 咱们又应用 这个函数变量 进行运算 然后呢 付给一个结果值 同时咱们打印出结果值 对吧 大家请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匿名函数的使用方法 咱们马上执行一下 在画面右边 敲勾软闷 对吧 一回撤 出来了吧 30 咱算算 10加20 10加1加 4到30是吧 咱们算对了 OK 那么接下来 再给你演示一个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 大家请看 咱们再定义一个匿名函数 咱们 把考过来 刚才咱们做的是加法 接下来咱们做 往上面删掉吧 接下来咱们做 惩罚行不行 无所谓 对吧 咱们做惩罚 大家请看 和刚才样子一样 这就爆红线 说明什么 咱们声明函数 并没有使用它 那么咱们怎么做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就直接 大家请看 在这地方 我就直接画括号了 我就使用它 这是敲上一个100 敲上一个200 大家请看 这时候还有人爆红线吗 没有了 说明什么 说明我在这个地方 定义了一个匿名函数 还没完 定义完之后 咱们马上就用 对吧 那么有朋友说了 你用完之后 你给谁复值 对吧 你光是用了 什么效果都没有 没人去接收它 对吧 好 这就好吧了 咱们在前面 再定一个result 对吧 来接收这个 匿名函数执行后的结果 大家请看 红线又出现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的result 并没有使用 这就简单了 在下面咱们就 format.print 然后直接输出这个result OK 大家请看 现在又没人有红线了 对吧 说明什么 咱们在这个地方 定义了一个匿名函数 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定义了一个匿名函数 两数相乘 对吧 同时 马上就使用 使用完之后 它会计算出一个结果值 这时候马上再给它附上一个值 一气和省 不像刚才 我还定一个 这个函数据变量再接收 然后这个函数据变量 再传参数再使用 不了 咱们一行就搞定 这不是一行 是三行 是吧 就搞定 对不对 咱们省了一行代码 是吧 OK 咱们能省一行 就省一行 提高效率 好 咱们试试 看看我现在这个程序 运行的结果 注意看 够 两万 对吧 有朋友说 你这两万算并不快 对吧 等我编译完就快了 好 也就是说 大家请看 咱们定义一个匿名函数 真的就连个名字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咱们定义完之后 马上就使用 同时返回给一个结果值 然后输出 这个也是匿名函数的 使用方法之一 对吧 有朋友说 我还觉得麻烦 能不能再给我省一行 也能 咱们再试试 该怎么省 比如说 咱们再编一个匿名函数 咱们传个名字 比如说咱传个Hello World 行吗 咱们别Hello World 就说我传谁 你就给我返回 向谁问好 对吧 比如说Hello 我传的是一个 Name 咱们就Hello这个Name 大家请看 我这地方定义了一个匿名函数 对吧 然后呢 我传个名字 比如说迈克 约翰 对吧 比如说小张 小王 老王 对吧 然后这地方就会打印出来 Hello老王 对吧 返回给接收器 对吧 那么呢 谁接收 刚才在这地方 咱们要写上一个 变量 接收它 然后呢 下面呢 进行输出 对吧 现在不了 咱们一气和声 咱们写 大家请看 咱们逆名函数 写完之后 马上调用 我这传上一个 这个叫什么 大家请看 我传抠版 那么这个函数值 整个这函数 调用完之后 会返回一个 Hello 空码 对吧 那么还不算完 咱们还要再省一步 怎么省 大家注意看 我直接format 点parent 然后直接输出 把整个函数体 全部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咱是不是又省下代码了 三号代码就搞定了 刚才的逻辑 对吧 又省了一行 对吧 赶紧看结果 能不能出来 这也是购源 全大地方 您定义好的结构体 只要您符合语法 您可以各种方式进行调用它 咱们试试 go Hello 空码出来了 没问题吧 这就是简单的匿名函数的使用方法 因为线上函数匿名函数 在咱们编码过程中用的是非常的多 所以说 今天做视频 分享给大家 让我今天代码 大家请看 在下面其实都给您写出来 这个就是我刚才给您手动 敲的代码 完全的一样 好不好 有兴趣朋友 您就下载我的代码实验一下吧 然后我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您的访问这个网址 就能够下载到小马的全部代码 好不好 分享给大家 OK 以上的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购言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